歡迎回到直接電競聯賽的現場 已經進行到第五回合的比賽 是由Hawaiyu對上輝輝怎麼表情 還在偷瞄喔 Hawaiyu嘛 對 你在偷看我嗎 好啦 兩個就是非常強悍的神族選手 在選擇的地圖是斷杖之谷 斷杖之谷 蘇方選圖會選這張也是情有可言 因為剩下的地圖來說 對神族算是比較友好的一張地圖 是內戰啊 但是是內戰 基本上我覺得神族內戰選什麼圖 都一樣嗎 都還是很難猜測對手的開局 但是斷杖之谷有不確定性 因為斷杖之谷只移除了水平靜點 所以他有可能是上下的點位或者是對點 所以就是還多了一些國藝的靜止在裡面 這張圖的話 的確如你竹童所說的 有可能會利用一個點位 然後在對手的家中外面 藏一個VR 藏一個機械製造廠 藏一個傳輸連進4BG的那種大幅 所以就是選這張圖是 裡面還摻雜一些運氣的成分 所以會有比較多的機會 去做一些開局的博弈 哇 輝哥這張照片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是個fight的姿勢 對 是個李小龍的那種 而且這張拍起來拍得好瘦喔 他本人也不胖嘛 對啊 導播說有修過 導播說 你怎麼講出來的啦 這種東西我們自己聽到就好了 真的喔 完蛋了 灰完蛋了 今天晚上一定又會 嗯 對不起喔 晚上他又不帶你玩第三 那我告訴你 他又要轉播我玩第三 好啦 那我們先請九妹幫我們報一下點位 好的 那在畫面中 兩點鐘方向的紅色神族選手 熱身鋼鐵人的灰 對上的呢 則是在這個4點鐘方向的藍色 一樣是神族選手 妖夜太陽神的How are you 那這是 雙方都是賽末點人 那也是第五場的比賽 那是一個上下點位 這是賽末點鐘的賽末點喔 那我們要 其實 灰跟好阿如都算是聯盟裡面 非常就是 厲害的神族選手 但是這麼厲害的神族選手 總是有交手的時候 在下半競他們兩個人總共相遇了 六次 今天是第七次 前六次裡面呢 灰是四勝兩敗 所以灰是遠勝於好 好阿如的 對 四勝兩敗那真的是有一個落差 對啊是有個落差 所以我們就要看 今天呢 到底是會會在殘連就是領 就是戰績上風 還是好阿如會就是 不過其實我們前面 我跟貝拉有聊到 神族內戰這邊上 博弈性還是很重的 現在這一個版本的 辛亥真巴 神族內戰還是這個 我覺得是三個種族內戰裡面 博弈性最大的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實力相差不要太多 有的時候可能一個開局 有客製到對方 就是假設 你是一個機械製造廠開 我是一個 這個星際港開 那可能星際港開 那方就可以客製到 機械製造廠開 所以還是要看 雙方的偵產還有選擇 好的 那雙方其實都是正常開局 我們可以看到 左上角的生產列表是一個 鏡像一模一樣的開局 都是12人口下傳送門 並沒有其中一方為了空間之門 或者是為了早期加速追劣 而做10BG或11BG的開局 好 很快的 我們可以看到 是好友沒有出門 對 好友沒有出門 那插這一支探测技 以前來說還是差別蠻大的 就是經濟好一點 但是他晚一點 可能就要拉一狂一追出去做正常 好友這一邊下了2瓦 灰這邊只有單瓦 不過灰這邊看到對手2瓦之後 自己還是也跟著下2瓦 其實灰其實 你看灰很謹慎 他探测技走出去之後 可能又怕說你會不會2瓦去 然後是沒有再採 又回來再看第二次 又回來再看一眼 你知道就是 他不是就是啾啾的好隊友嗎 就是啾啾每次都說 他可能要搞我了 他可能被啾啾影響到心裡 然後好像該不會又要搞我了吧 趕快再回來看一眼 對的確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要點 就是在於說 一邊好友有拉 那好友沒拉 灰有拉 那拉的那方經濟會差一點點 那我經濟差一點點前提下 我一定要發揮到 把這支探测機的偵查的價值 零零盡致 對你看他已經來回拉了三四幾 就是一直要確認你 會不會停瓦斯 或者是會不會有攀什麼科技運氣 好讓我看到 好 目前我們看到了 好友就是走的 這個是灰 灰先下了機械製造廠 對 這邊還是會生一隻OB 然後看狀況來補這個不朽 那好友這一邊的科技 最主要是雙兵銀先生追裂來做控圖 那雙兵銀先追裂控圖之後 看不像好友待會兒會不會選擇其他的一個科技線 好 又看到灰哥的探测機 終於出門買菜回家了 工程生退回家 好友現在其實還不知道灰的這個點位在哪裡 對啊 因為他自始至終 追裂也沒有出去做控圖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猜到在上面 因為其實剛剛灰的探测機來的也蠻早的 對 對 所以我看好友 看他有沒有觀察出灰的探测機來的方向 走向 因為有的時候探测機 有探测機來的時間點 你就知道這麼早來 那一定是在比較近的點 比較近的位置 那就像這張圖又沒有水平點位 那就如果比較近 那就是從上方來的 非常正確 一猜就往上走 所以好友這邊還是有意識到對手的這個點位 好 現在在門口防守的 等一下等一下 這一個立場 對 這個立場 哇 這樣打死一隻追裂灰很賺啊 對 真的賺翻了 早期就賺翻了 神族內戰 差一隻追裂差很多 我覺得 真的 等一下剩下一隻只要趕快倒閉 好友又開曠 灰這邊已經開始補不朽了 但可能兩不朽 或三不朽出門的話 做一個前壓 好友能不能夠守住是 壓力會很大 因為他剛剛在門口 他其實只看到了 追裂狂戰跟少尾 他也不知道灰已經有了機械指導廠 也不知道灰有不守者 他也沒有偵查到 也沒有壓制到 然後送完一隻追裂 基本上真的是滿虧 那灰在裡面補了不朽之後 直跳巨像 這邊也是滿常見的這種神族 單礦的這種壓制 非常有壓制性的這種打法 那真的要看好友能不能夠雙框守住 可是這個點位的話 待會在前壓的同時 灰後方的可能第二隻或第三隻巨像走過來 會滿快的 對 所以我還是認為好友待會在首二框上的壓力 會非常的大 好的 那灰這邊是 再等巨像好 待會可能留瓦斯給巨像 待會還會再補一隻巨像 也有可能一不朽一巨像 可是我覺得他可能還會嘗試前壓一些 當然灰這邊也有可能開耳框 可是我覺得灰可能也還是會嘗試出去 所以至少做一個簡單的空圖 好 目前看到一下 兩邊的兵力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目前看到兩邊的兵力 都是一隻不朽 對 但差別在於好友開礦 然後灰這邊走的是巨像的刻機線 是 而且灰的巨像 第一隻正在生產當中 那是否第一隻好了 會等射程嗎 還是不等射程就會出門 應該是不會 沒有 他現在就出門了 對 應該是不會等射程 因為射程一來很耗瓦斯 二來真的要一段時間 哇 這很細心啊 過來尋一下 來看看你有沒有 對 有沒有藏一些建築物 或是前置水晶在這裡 對對對 來看看 我覺得灰包括剛剛打軟球的比賽 還有這場比賽 其實這個紀律性 就是一些偵查上的習慣 都做得很到位 當然這一場好又是沒有藏 但是如果一場的話 就像我前面開場一講的 張土的確是有可能被藏 所以灰都有去做一個巡弱 灰這邊感覺還是想開礦 會有留400的金礦嗎 沒有 還是前線船邊 沒有 還是出門了 還是出門了 灰這邊的兵力是 一巨像一不朽 那有帶三隻哨位 那好友這邊是兩隻不朽 兩隻不朽的話 那待會關鍵還是在於巨像 巨像能不能夠持續做一個輸出 好 好友已經看到對方出門了 好 也看到巨像了 下野大跳 為什麼你現在就有巨像了 對 因為對手單框啦 所以這時間點有巨像 好 這邊不朽做一個分散 這邊好友也是擺好陣型 也只能去面對他 我們來看一下 好友能不能夠守住 好 前面會點了一顆前置水晶 對 點了一個前置水晶 然後回後方 第二隻巨像 因為地形的關係 第二隻巨像 走過來的時間也會滿快 會這邊可能要等第二隻巨像 會比較穩 雙方的OB都在對手家中 好友的OB在自己家中 不會有OB在 這邊兩隻OB 可是可能彼此看不到 OB很重要 進攻方的OB尤其重要 因為你才能夠看到高低巨像 才能夠繼續做輸出 好 看到兩隻巨像 巨像不打算升射程了嗎 你一直沒有看到 單框升射程的話 真的瓦斯就要很省 所以這邊沒有升射程 好 開盾 雙方都開盾 看一下兩邊的這個 立場 哇 這個立場 狂戰士被堵在外面 我們看一下巨像 好 巨像的走位 往回拉持續做輸出 那好阿U的三不朽了 好阿U這邊三不朽 還不錯 看有沒有機會守住 看一下血條 巨像能不能被點掉 欸 巨像還是往回拉 巨像往回拉 這樣的話巨像點不掉的情況下 好阿U的不朽已經 只剩下 最後一隻 六了 哇 繼續 大家出了GG 所以由輝來關門了這一回合的比賽 對 第五回合是由輝再拿下一分 最後今天例行賽 第九十四場 妖月太陽神對上熱身鋼鐵人 是由熱身鋼鐵人三比 第二取得了勝利 那我們邀請九妹幫我們解釋一下 上一回合的PVP 這場比賽的制勝關鍵點在哪邊 主要還是在於說神族內戰 會選擇的是單框 先勝一隻不朽直接跳巨像 這種單框 很壓制的打法 那好阿U這邊開框的話 他在防守上壓力真的是滿大 主要還是巨像 他只要有一個還不錯的微操 來回做輸出的話 其實 就是你剛剛靠三隻不選 其實我覺得豪宇也是盡力的 但是其實在兵種上巨像 輸出還是比較高的 對 也是科技線選擇不同 對 然後開局不同的關係 就是神族內戰還是開局 過硬性戰非常的嚴重 對阿 而且前面在偵察上 豪宇這個嘴裡也送掉 其實也有一點點影響 是的 好 那我們就是 至於今天的比賽 就是有樂生鋼鐵拿下的勝利 在廣告之後 我們會有優異選擇的反問大家 就是休息一下 今段廣告 待會一定要記得 回到職業點進聯賽的現場喔